此时此刻 我们处在一年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光景 那就是农忙时节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 这一组航拍的画面 从江西吉安 浙江湖州 四川南冲 江苏泰州 再到黑龙江 双崖山 你可以看到春耕的 这一片忙碌的 但是又生机勃勃的途径 几千年来 可能从未变故 但是却又有一些东西 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再看 机械化的耕种 给今天的农业劳动者 真的是省去了 不少的体力和麻烦 过去我们的农业专家 到了地头问的是 你们现在会种地了吗 这个会指的是会不会 但是现在 我们的科学家再到地头 问农民问的都是 你们现在会种地了吗 这个会已经变成了 智慧的会 而这背后 有很多的故事和细节 就是我们今天 要分享的重点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农业信息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春江 赵远先生您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谢谢各位 请坐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俩词 还真是现在中国农业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从会种地到会种地 过去我们依照春天 99加19耕牛遍地走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场景发生了 很多的变化 可能看的是铁牛 但这个铁牛还不是铁割的 是有一定智能的 一个机器和装备 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 新疆的现在正在 大面积的进行棉花的播种 这个看看他们的工作的情况 来 看一看我们的新疆棉花 是怎么种出来的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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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现在在那儿 新疆卡斯地区 在进行创作棉花播种 现在咱们看到了 这一台是棉花 精准播种机 它这个播种机 下面符合着有地膜 我说这地怎么 感觉是灰白色的 上面有一层膜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 保重咱们的温度 和保湿的作用 保湿的作用 然后咱们地膜 下面看到没有 有一层管子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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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管子就是为了咱们 现在解水用的 行了 你好不容易埋进去的 别挖出来了 看到这条小型的突压机没有 装了咱们中国人 这个北斗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 我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嘞 好吧 它这等于连肤膜 带买管子 带播种 全 五道工序 一套全 一次完成 对 我们导航系统已经启动了 是的 现在这个突压机也在走 我完全都可以 用过种突压机 它可以带走 而且呢 我还可以观察 后面的播种机 播种的情况 咱们不用管它 您现在工作的这一块地面 有多大面积 这个地面大概有五十亩 五十亩的话 如果用这台机器 多久能够完成播种的工作 大概需要四个压子左右 这是一个小型的突压机 如果要是一个大型的突压机 你可能效率正高 我觉得您都完全可以 不用在这个机器上 您都可以在旁边填梗 搬把小堂椅 弄一壶茶 未来是可以做到这一块 对 你这个用导航跟不用导航 有什么差异 用导航效率提高 而且我非常清风 而且关键它自己开 不一定开那么直 对 卡的误差一百米之内 都误差二点五 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的 我们就不耽误您的工作了 谢谢 开了眼界了 好的 谢谢 祝您今年大丰收 好 谢谢 目前的话 新疆地区的话 整个大概有一万多台拖拉机 都装上了这种导航的设备 这个生产的效率大大的地提升 不仅白天可以作业 晚上还可以作业 通过这种导航技术的话 它走得很直 很直 对 漏掉的就没有 过去我们一般的机首 开这个拖拉机 它拐过玩来 再重新在播种的时候 和在作业的时候 对不好 有可能这个宽了 有可能 土地面积就浪费了 浪费掉了 有可能会重叠掉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它把这个土地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 重叠作业 包括遗漏作业 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 解决掉了 另外的话 种下之后 它这个位置的信息 我们可以继承下来 将来的话 再施肥 再打药 在中共出草 这些管理过程当中 就不会伤到苗子了 还有的话 它这个播种质量提升 原来的话 比方说一平方米 二十株 现在可能变成三十株 提高了 从耕到种 到管 到收 全环节 都离不开导航技术 不行我们再看一下 看看新疆 有棉花收的时候 一些这个情景 过去都是人工采摘 太美了这个 现在的话 用积极化采收 所以这一片地的话 就收起来太快了 很快 这个一天作业 这个二百亩 这三百亩 没有问题 对于现代的话 就是导航技术 应该说 是我们未来 发展现代农业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支撑技术 以导航技术为基础 加上我们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 这些新的信息科技 和农业融合之后 就会给农业生产方式 带来一个 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修理 我画一样的 诀正吗 我画一样的 商量物质 下来 那么 我画一样的